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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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风险的 你当然可以买多一点股票型的基金 如果你是比较保守型的 你就是买比较多的那些投资的那些 所以我们其实是个人因人而异 不过最重点的就是说 投资一定是要一个长期的 而且是要定时定额的去投资 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 Unitrust信托基金是个蛮好的一个投资工具 因为你可以把它设定时定额的一个投资计划 然后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是股债 因为你每个月都有一个定时定额的这样子去投资 OK 那么所谓的长期的话 其实是要多长才算长期呢 三年后 对 三年以上 所以三年算短期 这样子五年的话就 五年就更刚好 然后还要更长的 因为我们就是讲到Power Controlling 就是复利的工作 就是说力滚力 对 所以你越早投资 就你的力滚力的Effect就越大 哦 所以就是想说 如果总结一下Power Controlling 就是是不是说我们只要说 假设我有100钱 然后我以我的风险承担值 来分散说我要放多少钱在股票性的 跟多少钱在债券或者是Fist Income 就是固定收入性 然后过后再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 至少五年以上 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安全的 哦 还有加上一个定时定额的 就是去SKIM 对 那个SKIM 去TOP UP我们的Investment的话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路比较平稳的 这样子过过 不管它是黑天而也好 白天而也好 都应该对我们就会影响不大 嗯 但是齁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有一百千我全部放股票不行吗 有没有说在股票也可以分担 所谓的风险值呢 就是什么类型的股票可以做分担 当然股票是可以 因为股票有很多种嘛 很多种类型嘛 你可能是有那个叫做REITS的 就是那个产业基金型的 产业基金型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变成 那个叫做 infrastructure sector的那些股票 或者是属于consumer sector的 就股票那时候你又可以 就是 diversify 那么如果你给我们一个建议 就是recommendation 然后 一百千如果我真的全部都要再放在股票性的话 你觉得我应该要选哪几种 是要分成三种 五种还是更多种的那种 industry来做 分diversification 就是分散投资呢 是哪几种是你比较喜欢的 你直接告诉我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第一是那个REITS 就是产业基金型的 因为他们的那个 dividend rendered income是蛮stable的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要投资在这个consumer sector 因为是消费型 对 因为我们的经济如果是越来越developed的话呢 就是 推动经济的主要的都是从消费那里来的 对 然后呢 第三呢 我会考虑invest into global region 就是 Asian Pacific 还是一些比较国外的equity 嗯 这样其实我相信还有一些人会问哦 这样我们可以不可以放在一下ETF之类的 嗯也是可以 所以推荐一下 如果ETF呢 我就会鼓励美国的S&P500 ETF 因为呢 这个是500间公司的 美国最大的500间公司 所以呢 它的那个 in terms of 那个diversification 它已经是well diversified 对 然后美国的公司 如果你看到他们 historical的那个annualized return for S&P500 都是10个percent的 嗯 这样其实如果说ETF是top500 嗯 这样如果说当经济消 就是如果股灾真的来了2020 2021 那我们还是适合再进这个ETF 也是的 因为呢通常你要把这个投资当做是一个很长远的 嗯 所以可能是有一两年它是有一个股灾 对 可是呢很快的它又再pick up而去了 哦 就讲到说很快pick up这个 大家都很怕股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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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但是其实股灾会维持多久 嗯 这个以polline这个这样四次的经验来讲 它通常可以维持多久 然后多久以后它就会所谓的就是反弹啊 嗯 通常是然后一年这样子 哦 所以就一年的时间了 有时候它是这样子下跌下跌 下跌到整六个月九个月 然后呢它就会慢慢就慢慢会回复了 慢慢会回复 它不可能一直在下跌到两三年了 嗯 很少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 通常跌的速度会比较快 嗯 而上升的速度会比较慢 嗯 所以你跌的时候呢 你可能跌六个月 连续跌六个月 或是连续跌九个月 然后它上升呢 可能就是上升一个一两年 嗯 所以跌的速度是永远比那个上升的速度快的 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访问的Pauline 我得到一个总结就是说 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担心我们金融风暴啊 然后你要投资的时候只要做好分散投资 嗯 然后选择一些好的优质的股票 或者是基金的话 然后再加上做一个regural investment 就是说定时定额的去做一些top up的话 评探你的成本 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可以安然度过每一次的金融风暴 对不对 是的 而且金融风暴来的虽然很快 可是它虽然复苏的比较慢一点 但是其实大概一年左右它就会复苏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在一个高风险区 嗯 例如说100千全部放在美国的股票的话就会很危险啦 嗯 但是如果你有做分散投资的话 基本上你的基金就不会被套牢 嗯 那么就能安然度过每一天 嗯 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 啊